? ISCP-1016 的 bloody key 寫鑰匙 上部等級 save 特殊設置 ISCP-1016 應被放置在一個附密碼鎖的收容箱中 該收容箱 應被放置於一個具密碼輸入版的防火保險箱中 密碼为 两个锁都不能有备用药失控 在此情况下 ICP-1016没有任何危害 出于研究目的而将其从送入区中移出时 需要至少一名四级以上人员的批准 由于该项目的特性 测试只能在 靠站点的移动格力大楼中进行 并且实验时要确保罗中只有地级人员 描述 ICP-1016外形为一把做工上 没有什么显著特征的标准门药石 如果被放置在一串 有着超过两把钥匙以上的钥匙串中时 ICP-1016将会在数周之内改变其外形 以与整串钥匙相符 如果不论其外形 该ICP可以借由在其钥匙把上 不可抹去的血迹来进行辨别 这些血迹中有来自27个样本的DNA 没有一个能与记录中的人相匹配 如果被放置在一个地方超过两个星期 那么其放置表面也会出现类似的血迹 ICP-1016因其基因会注意是在审查 被以谋杀其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罪名逮捕的 案件之后 这案件之中的异常之处和当事人口供中 天衣无缝的不在床证明 引起了特工和特工的好奇 他们决定调查此事 一开始他们认为 是威胁的来源 ICP-1016作为其随身物品一起被带到了 号站点 在注意到ICP-1016的异常特性之后 被视野一级技巧消除 并且转送到了一个联邦前陨市中 在被插入一个没有上锁的装置时 ICP-1016没有任何效果 当被插入一个上锁的门 或者类似的屏障物之中 而这个屏障物后面 又有着一个以上的布鲁类动物生命时 ICP-1016将会打开锁 并且触发其第二个效应 当ICP-1016被插入上锁的锁中 建筑中所有的灯都明显地变得昏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仪器没有探测到任何书店网屋的波动 这种昏暗现象 不论是在电力光源 还是燃烧光源上都被观察到 并且一直持续到这把钥匙从锁中拔出 或是门从门框之中被打开 在这之后 一个外的存在将会出现在建筑中 在使用自主供电影像监视系统监控房间的实验中发现 尽管电力正常 影像监控设备仍不起作用 这些状况与人为妨害相符 包括电池被移出 镜头被遮蔽 或者是电源被关闭 当使用者进入建筑后 会发现所有在建筑中的人类和高等动物都已经死亡 苏为SCP-1016受害者的死亡原因 都需由一个大型有人物体导致的穿刺伤 受害者四肢接受到创伤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 受害者看起来像是被不完全的解剖 在每次事件中 至少一名受害者的血和器官 被摆放成一个特定的图案 虽然在事件之间没有找到一致的规律 这个居所的内部将会表现出挣扎的痕迹 翻倒的家具 受害者未受伤皮肤的瘀青 还有都是很常见的 但以上这些都没有造成任何声响 即便是正对出入口的房间也是如此 即使影像监控被干扰到受害者受到攻击之间 只有短短数秒 这些挣扎的痕迹 看起来就算是数小时造成的 SCP-1016的原始启动者 从来没有报告明确的听见 或者看见任何东西 但在刚进入建筑门口时 部分对象宣称他们的注意力 莫名地被吸引到空档的窗户或门梁上 或是听到了一些来自无法定位来源的呼吸声 以上就是SCP-1016 简单来说 SCP-1016是一把带着血迹的钥匙 当为SCP-1016打开上锁的门时 如果门后方的建筑有人或哺乳动物存在的话 在门打开后 会看到这些人已经被杀死 身上有只大型刀具造成的伤口 而所有监视系统都像是被人为干扰一样 此外 虽然从监视系统被干扰到看到死亡的受害者之过了几秒 但这些受害者似乎挣扎反抗了数小时 我觉得这个SCP的概念还是蛮有趣的 时间上的差异与明显人为的痕迹 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最有帮你们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